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胖城海的球鞋生活 今天很高兴又可以为大家制作一期新的球鞋开箱影片 那么今天要开箱的是什么鞋子呢 就是这双Adidas椰子500 那么也是最近刚发售的一个鞋款 那么我呢前段时间已经有做过视频 给大家大概的看了一下我是怎么样实际操作抢这个鞋子的 那很可惜呢我们新西兰官网发售的时候呢 我挑战了一个最高难度挑战了一个4码 那么一般来说呢这种36码这种最小码呢是最难抢的鞋码 那么那天呢是比失败高中没有买到 但是呢我在英国的官网上是有买到 那么也牵扯到一些转运的关系 所以说呢那个鞋子呢现在还在空中飘着 我还没有收到 那么其实呢最近已经有很多朋友来问啊 这双鞋子你会不会做开箱 所以呢我昨天呢又去联系了一下我的好朋友啊 北岸鞋王同志啊 那么问他呢借了一双 因为他是在新西兰的官网上抢到的 他是前几天已经收到了啊 那么同样的呢我又在他家啊 帮你们拿了一堆的鞋子啊 那么也会陆陆续续的给你们开箱啊 这边会有一双Adidas跟BAPE联名的鞋款啊 那么还会有几双先给你们做个预告了 还会有几双这个艾福森的鞋子啊 艾福森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球员啊 然后这边会有一双非常非常可爱的鞋子啊 先给你们卖个关子啊 然后还有好几双艾福森啊都放不下啊 很多鞋子啊都从他这边拿过来了 然后呢说到艾福森呢我还会给你们开箱一个艾福森的球衣啊 艾福森的一个球衣啊 所以呢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啊 就准备今天一次性这个视频都给你们拍完啊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认真的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子呢每次有新的视频发上来的时候呢 你们马上就会第一时间看到啊 那么好废话讲这么多 现在进入今天的这双球鞋的开箱 首先呢鞋盒的部分呢还是会直接跳过啊 因为这个鞋盒已经讲了太多遍了啊 但是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尺码啊 这个是北岸鞋王兄弟的鞋子啊 九码半啊 九六二分之一啊 九六二分之一就是我们的九码半啊 就是我们国内的四十三码啊 那么打开鞋子呢 里面还是一样 每次都是这样子的一种 有点油油的这种秤纸啊 然后把鞋子拿出来 这一双就是我们这一次啊 这个Soft Vision这个配色啊 Soft Vision这个配色 然后国内我觉得现在 每次我去查这个鞋子 国内叫什么配色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搞笑 国内叫这个叫灭霸配色啊 特别像那个 那个电影里面反派灭霸的那个皮肤啊 有点这样紫紫的粉粉的这样的那种像 有点像肉色一样感觉啊 但是我当时啊 第一时间看到这双鞋子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是我们国内相遇奶茶的配色啊 就是像奶茶的颜色啊 但是anyway其实呢 那这双鞋子当你拿到手里的时候呢 个人感觉的确会比照片好看很多啊 那么我当时在网上看照片的时候呢 我发现当时它这个胶底的颜色是比较深 但是现在我拿到食物给大家看的时候呢 这个胶底的颜色其实是比较浅的啊 所以你如果远远的看 其实你也不能说它是那种胶底啊 但是仔细看呢 是能看出来的啊 那其实当时这双鞋子呢 胶底是我最不喜欢的点啊 因为我上次视频当中也讲到了 每次让我看到这种胶底 就会让我觉得这鞋子很掉价 就觉得很low那种感觉啊 不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以前有可能我接触过比较多的那种 比较low的鞋子都是拿这个底做的 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啊 当然我不是说要鄙视任何的鞋子 带了胶底就是很low 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啊 大家也不用太在意啊 那么回到这双鞋子啊 前整个鞋头的这个部分呢 都是一贯的啊 就是我们椰子500 都是一贯的拿这种 几皮的面料去做的啊 然后呢就是毛是比较长 所以你每次把它刷来刷去呢 都是会有变颜色啊 那么看上去还是比较高级的 然后上面呢这些啊 鞋带穿孔的地方也是有这个啊 这个几皮的面料 然后鞋后跟这一块啊 到这个后面啊 都是有一片一片的 都是这种几皮的面料 其实每次用到几皮的话呢 还是会给到大家比较高级一点的感觉啊 然后这一次呢 我还发现它这个部位啊 就是鞋头延伸过来 这一块皮也是几皮 但是它是那种比较短毛的几皮 但是你去刷它的话呢 还是会变颜色的啊 所以说这里是几皮 这里也是几皮啊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 那么中间呢就是我们一般一如既往的这种Mesh 这种啊 镂空的这种网格材料啊 鞋垫里面呢 这次的之前有有观众说 我没有给你们看鞋垫 今天就把北安鞋王的鞋垫抽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个鞋子的鞋垫呢 其实它还是有比较舒适的啊 其实我我之前也穿过那双黑色的嘛 当时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天竹底嘛 我是觉得天竹底还是比较有一点啊 扎实的科技在里面的天竹底的确穿在脚上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那么我后来才知道呢 它其实里面的鞋垫也是有做改动的啊 这是这个鞋垫呢 就是用了不同的密度啊 给到你不同地方的软硬度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穿了这双500逛街啊什么的 感觉还都挺不错的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鞋垫其实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因素啊 那么这个鞋子呢 基本上呢就是这么一个颜色 关键我就想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实物的颜色 因为其实网上的照片就会有很多渲染嘛 然后我现在也尽量就是说拍鞋的时候 都是选择白天这种自然光的情况下给你们看 那么你们到时候看到实鞋呢 就会跟我视频当中所看到的非常非常的接近啊 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么这双鞋子呢 反正我是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 那么男生穿其实也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有点紫色的我觉得还OK啊 现在男生穿粉色的也很多啊 那么我觉得这双鞋子呢 个人会觉得很多女孩子应该会挺喜欢的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这双鞋子啊 当我上次在制作那个抢鞋视频的时候 其实那天晚上我有去国内的读啊 那些啊那些卖鞋的平台有去看这个鞋子啊 居然国内他都没有价格在上面 我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是难道这个鞋子在中国发的时间比较晚还是怎么样 最近好像上面就是有一些价格的 还是一如既往的就是小马女鞋啊 就是会比男鞋来的贵啊 那么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配色应该也是女孩子会喜欢的比较多啊 然后再说再说多一点啊 这个鞋子的中间这个地方还是跟以前一样啊 是3M反光的材料 然后这个旁边这一圈也是有3M反光材料的啊 所以说晚上这个鞋子呢 灯光打上去是亮亮的那种感觉啊 这个鞋子呢 我是觉得其实当时我在抢四马的时候啊 那么当时是失败了 那么当我回过头去的时候呢 7.5啊 8啊 9啊 一直到最大马 其实都是有货的 其实我当时认为 如果我当时如果转头马上再去抢一个大马的话 应该也是能抢到 所以说我觉得这双鞋子理论上讲 它的入手难度不是很大啊 入手难度不是很大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大家是可以原价买到的话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鞋子 毕竟它的脚感还是很不错的啊 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鞋子在这个时间段 发呢 的的确就会让大家对它的关注度减少 因为有可能大家都会更加想去买一双那个椰子380啊 因为是一个新的啊 新的鞋型 新的配色 首发的配色啊 那我相信那双鞋到时候应该就是价格会吵得比较凶 所以呢 在这边呢 再提醒大家啊 去看一看我的抢鞋的视频 对你们绝对绝对是会有帮助的 到时候 你们有可能就可以第一时间入手到你们喜欢的球鞋啊 那么好 今天这个鞋子呢 就废话不多说 就就讲到这边啊 那么接下去呢 还会有一些啊 别的鞋子都来自于我的好朋友北岸鞋王 那么我在这边呢 再把它的 Instagram 发一下啊 打在这个底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么如果想关注他的Instagram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他是会经常性的把一些鞋子的发售的信息发上去给大家看 包括我自己也经常看他的Instagram啊 那么好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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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